秀林湘沙布档西夏天的时候 经常会吸引外地游客到这里来细水游玩 留下的垃圾经常造成地方脏乱 为了维护西床整洁 秀林湘水源社区办协会和林务局合作 雇用当地族人来宣导 同时也维护美丽山水 共同守护部落美丽家园 为美人西最上游的沙布档西山水相当丰沛 也提供大河沿地区花林寺和吉安湘民生用水 以及公开使用主要的来源 而在每当夏季的时候 往往吸引相当多的游客和花林乡亲 来这里吸水烤肉 人走了之后常常留下垃圾 可以说是常年困扰着当地的游人 而这次花林县秀林湘水源社会办协会和林务局合作 过去那两名西户人员来这里维护这里的山水美景 其实我们水源社区这个地方 是我们美人西的上游 每年到暑假的期间 都很多游客来这边吸水 每次在吸水当中就留下很多垃圾 也还好我们这近几年中 我们都联合林务局 做林业计划 那今年就特别在我们这个汐水这个地方 美人村上游的地方来行户 我们也找了两个行户人员 也是我们当地的部落的主人来行户这样子 在这当中也发现到在行户当中 要支援人力的不足 因为地方的地方制造的垃圾太多了 游客也丢的垃圾也太多 那也希望说 如果有未来如果有在需求增加人力的时候 也希望能够得到帮助 能够让这条西能够维护得更完善 花连仙修文乡属业生理发展协会理事长张生表示 赵兰西是修文乡最美丽的自然美景 丰沛的生态可以说是响应台湾的游客 尤其这里往往全全没有进行破坏 可以说是上帝给予主人们最美丽的家园 也希望大家来到这里尽情的游玩 走了之前也请把垃圾带走 不要留一些脏乱在这里 让大家共同维护这里的美丽山水 守护三天次予的流浪一密的家园 记得终于请不吝点赞